中美贸易战 中国先桌子 老百姓的利益散落一地 作者 暴风雨Z 中美这场贸易战越打越拳 美国放出风声说 要针对中方重要工业产品 开一份500亿美元的制裁清单前 中国贸易代表就急忙赶赴美国 说不要制裁了 不就500亿美金的制裁人吗 我直接花700亿美金 买你的能源和农产品 这事就过去了 否则 即便之前已经达成的协议 都一并作废 这听起来像是要掀桌子了 贸易战打着打着 似乎已经不单单是钱的事了 中国不保顺差 你开500亿 我倒贴200亿 直接给出700亿 丢趣的是 美国也不要凭逆差的 毅然开具了制裁清单 中国政府终于神器了一把 果断甩手一先 把谈判桌给挣翻了 不仅撕毁先前已达成的项目 还立马还以颜色 开出了针对美国农场品 水产品等500亿的制裁清单 这说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经过多个回合后 终于接近了高潮 开始就核心利益展开了博弈 很显然 这500亿清单内容就是核心利益之一 也就是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 简单说就是制造业的智能化 众所周知 现在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时期 人类即将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 全世界都在抢摊部署制造业智能化 中国政府2015年就将工业4.0 制定为国家级战略目标 我估计权贵资本都在押保质一块 早几年就已经进行人才部署 送去西方留学 学到技术再回来 不过从目前来看 中国的智能化程度还是不太理想 前段时间看到不少视频 美国的机器人都可以翻跟斗了 机器狗活灵活现 披身皮简直跟真狗没啥两样 可中国的机器人连抓个杯子都困难 相差不是一点两点 但差距问题也并非无解 关键看谁抓住了市场 就可获得发展的契机 比如以汽车工业为例 吉利虽然落后宝马很多 但若是吉利的订单已经排到十年后 而宝马却一份市场都没有 那么吉利在未来十年就有赶超宝马的机会 中国政府的智能化领域虽然技术不怎么样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非常恐怖的 举国体制可以扭曲任何市场 比如前些年欧美光伏市场需求升温 中国政府为了赚取外汇 就疯狂补贴国内光伏企业 我们这边眼镜行业里的龙头企业 都为政府动员起来去搞光伏 帮政府去赚外汇 在这样的举国体制下 中国光伏产业理所当然爆发了 几乎98%的产品都出口欧美 而且全部廉价清晓 差不多垄断了欧美市场 但今年开始欧美光伏市场已经饱和 赚钱效应大不如前 结果前段时间政府下发了光伏行业限规模 降补贴的531新政 于是国内190多家光伏企业连名上书国家能源语 意思就是政府不能卸磨杀驴 国内的光伏市场远不如美国家成熟 而且行业本身很难再转型 补贴一段基本没活路 这也是扭曲市场的代价 这回的中国制造2025套路基本一样 都是用财政补贴出口 尽可能的抢占某美市场 不过目的完全没这么简单 因为制造电智能化是时代趋势 它不单影响经济 甚至直接影响政治 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几乎所有劳动力密集的产业 都将面临自动化 智能化转型 大规模的下岗潮无可避免 当劳动力不能创造价值的时候 人类的政治形态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自己身处的政治环境 未到一定的文明程度 恐怕是要堕入黑暗的深渊 现在谈这个可能还为时尚道 其实美国方面还算宽容 因为提高关税并不意味着将你赶出市场 它不过是在抵消这边恶意补贴的部分 而我们却是直接关起门来不让人家进来 所以最关键的问题 这是人家的市场 是我们要抢占他们的市场 而我们自己的市场 因为关起门来搞垄断 早被政府自己给完废了 就在川金会期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管兴有就高调发文 说中国将结束重商主义的经济路线 如果我没记错 他应该是唯一一个承认中国是重商主义的专家 这重商主义其实是落后的象征 它是初级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钢顶 其哲学里面认为 政府应该通过关税壁垒垄断国内经济 然后不断扩大出口 追求贸易顺差最大化 如此便能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说的通俗点 其本质就是利益集团垄断国家资本 然后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动力 不断赚取海外顺差 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这样 当年西方列强就是沿着这种经济理论 才开启轰轰烈烈的知名扩张 因为资本主义逃不出周期性危机的宿命 一旦没有足够的市场支撑 整个经济体系就会崩塌 所以那些年的帝国主义列强 都被逼着发了风势的扩张市场 并发展殖民地 结果帮忙打开了满清政府的封闭大门 还掳走了不少非洲黑奴做廉价劳动力 同时也被全球化打下了基础 后来直到市场枯竭 重商主义终于难以危机 最终全球经济危机爆发 酿成世界大战 西方国家这才顿悟 掠夺市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开启修正资本主义 培养本国的消费市场 消费需要钱 因此要给劳动者丰厚的报酬 不仅如此 还要让劳动者的消费无后顾之忧 于是又建立社会福利机制 承担起社会的教育 医疗 养儿 养老等公共责任 而西方社会也因此出现了一批批发达国家 现在的中国 无疑就是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 被重商主义信念支配 把国内变成掳取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殖民地 而高消费的西方国家 则成为理所当然 赖以为生的消费市场 其实一开始 我对贸易战期望挺大 因为这将是扭转中国经济路线 转型为发达国家的关键 而且美国都提出了镜像关税 就是要求中国的关税 与美国那边一致 那边收多少这边也收多少 并要求中国取消关税壁垒 这些无疑意味着重商主义体系的瓦解 所有海外廉价商品都将会汇聚到中国来 中国也将逐渐摆脱生产型国家 慢慢转为西方国家那样的消费型社会 后来随着贸易战的升级 这边也确实不断传出好消息 增值税降了 汽车关税降了 部分母应用品 药品等等 都直接零关税 无不利于民生发展 如果顺利 接来下就应该是开放自由贸易 和提高国民待遇了 所以这场贸易战不是不该打 而是打完了 最好直接把中国打成美国 当然 现在从他们掀桌子来看 这几乎是不可能了 因为挑战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 无异于与虎谋皮 重商主义要以垄断国内经济为基础 如果中国真的被打成美国那样的市场经济 那么对既得利益者来说 他们更乐意一拍两散 所以 这贸易战不单单是中美政府之间的战士 同样也是中国人民与国有资本的利益之争 因此中国政府一掀桌子 老百姓的利益瞬间散落一地 就这些满嘴獠牙的人 还成天满口的为人民服务呢